中信兄弟 依賴的重砲手張志豪 去年因為左手皺韌帶撕裂 被迫進場維修 宣告整體報銷 從進行Tommy John手術 到重回賽場 歷經了近十個月的 漫長復健路 張志豪靠著堅強的意志力 挺了過來 其實那個疼痛感 那個一開始是痠痛 從春訓的時候開始 因為我在閃我的 那個側腹肌的那個傷 想說不要用到 那麼多側腹肌 當然我的手就用了太多 不符合人體工學的那個揮棒 從那時候開始痠痛 也跟防護員說 這只是痠痛嗎 還是怎樣 我說先試試看 能不能撐完一個半季 之後再來看 但到了四月五月的時候 我就真的已經撐不住了 因為每揮一次 我的手就會麻一次 然後去做檢查之後才知道 原來角度已經 越來越大 而且那事情已經是 斷掉的角度了 然後去照了之後才知道 原來已經斷那麼多了 所以當下就是 立馬決定說那就直接開吧 就不要等 不要拖那時間 其實我自己也知道 大概是怎麼樣 你們心裡有個底 因為不可能可以痛這麼久 通常都是在 剛開完刀 你沒有角度嘛 你要把角度壓回來 那個過程是最痛苦的 而且 雖然我嘗試著 看能不能提早回到球場上 但是 就像我之前講過 我身體不允許 我已經嘗試在打擊 但沒有辦法一次的回控 因為一定會造成二次傷害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就真的今年就放棄了 就好好被占明年 那比較大的煎熬就是 很多事情就會在去年 最一次的發生 有家人 還好有家人 還有一些朋友 讓我能夠儘快的走出 那個低潮 我一個禮拜 我只能做的也只有重量而已 其他我都不能做 那 我就是一直待在重量室裡面 有的時候 大家一起來 二軍的一起來的時候 我會覺得不孤斷 但 當你一個人在裡面 做重量的時候 他們都要去忙 或者是出去比賽 他們很早就練完了 你去一個人坐在哪裡 你一個人在那邊做重量 那你要跟自己一直講話說 加油 你一定可以撐過去 因為你會累 你會疲倦 而且人會有惰性 你要康慎你的惰性 所以那個時候就會 一直在跟自己講話 在去年經過那段時間的時候 這是一個學長告訴我的 也是那個學長的學長 告訴他的 他說球隊不會因為你 變得不好 但球隊會因為你 會變得更好 他是想告訴我 球隊絕對是不會因為你一個人 然後變得怎麼樣 但是他如果他有你 你的話會更好 那我就一直在相信這句話說 沒有我沒關係 我還有學弟 學弟可以幫忙撐 那陳瑞 那個 還有文傑他們 還有振華 在他們去年比賽的時候 我看得出來他們的成長 其實我也是很開心的 這也可以幫助你 能夠再繼續努力的 撐下去的一個動力 你不行被年輕人超越 那你要怎麼樣 不被他們超越 就像我剛才 球隊不可能因為你怎麼樣 那我也很認清這個 不好了 老了 打不下去了就是該退休 這是很正常 但是我要在這退休前的 這幾年當中 好好地把握住 讓學弟們知道 其實我們沒有差很多 到最後我要退休之前 我們還沒有差很多 這是你們必須要再把我拉開的功課 去年因為傷勢關係 讓張志豪無法將連續四年 二十紅的紀錄向上堆高 但讓他最遺憾的是 沒能和戰友們一同拋下 睽違十一年的黃色彩帶 人一定會在一開始 總是會這樣子 很可惜我沒有辦法達成 因為我很早以前就五紅了 我再十五支可能就可以破 但換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我要再先休息 這一年先休息 我們可以再創造之後的四年 或者是五年 這也很好 為什麼一定要卡在說 我沒有辦法完成這四年 我休息這一年 或許我可以再達成五年的二十紅 也不一定 所以就要這樣子去鼓勵自己 每年的年底兩個月 我的重量訓練都一樣在維持 那我都可以維持在二十紅 然後身體也可以很強壯 那我今年剛好那麼多的時間 可以休息 我不如再把自己再一個臉裝一點 但我知道一定會有那種 反應會變慢 會變鈍 但那個時候我也告訴自己 我一定要撐下去 那身體習慣的時候就會是你 現在身體也慢慢的習慣了 增重十公斤的那個重量 對 也慢慢的感受出 當初的努力沒有白費 對 他們的最後一 鄉志豪 其實一開始我是跟球場說 我不要不要來 因為就像我之前講的 我要來球場 是我應該是要站上去的 而不是去觀眾席 我還沒退休 我為什麼要來開球什麼的 但也那麼久沒看到大家 想說來看看大家 或許可以給他們一些鼓勵 對啊 那所以我就那時候就來了 其實真正煎熬的是在 我在台東的時候 他們那一場要拋彩帶的時候 那個也是我渴望很久 我們一直打第二名 一直在拿敗戰的MVP 一直想要突破難過在哪地 怎麼會在自己受傷的時候 然後自己在老家那邊 看著學弟們 我很開心 但也有對自己也很難過 努力那麼久 卻在大家拿總冠軍 最後一刻的那一顆球 我竟然在家裡 那時候我也告訴自己 明年我一定要更努力 跟著大家一起 拿到很好的成績 不可以再擅自地離開球場 雖然去年無法和隊友們 一同沉浸在黃海的喜悅中 但是復健的日子裡 張志豪持續強化身體 也在今年的自班熱身賽 打出拳雷打 向球迷宣告他回來了 而在繞雷的過程中 也讓他回憶起這段 滿不經濟的復健之路 第一次的時候 是在園區的時候 第一次站上去的時候 就有點緊張了 因為我太久沒有 那種實戰的感覺 所以一開始有點緊張 但看了一兩顆球 回了一次之後 就比較沒有那麼的緊張 在嘉義的時候嗎 我打出那拳雷打的時候 騎出去我知道 那個感覺很熟悉 就是我有確定是拳雷打 只是沒有想到 還是會被耀勳騙了一下 但在繞雷的過程中 是很享受的 而且是很懷念的 那也很... 那時候打出訓練之前 我在繞雷的時候 是有跟自己說聲謝謝 因為有撐過去那個 復健的過程 是很辛苦的 對 這個會很痠 因為去年不只我受傷 家裡也有一些事情 很多種種的因素 那我不知道 我到底是用什麼撐過去的 那也很感謝我的家人跟朋友 還有我現在的信仰 一直不斷的促使我 鼓勵我 那大家的鼓勵我都有聽到 那我會更努力的 在最後的這幾年的生涯 打出讓你們 很開心的 很難忘的 希望我能夠成為 你們探求的回憶中裡面 可以找到 想到的時候可以想到 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那非常謝謝自己 在去年受傷 然後也撐過去 很累 真的很累 在復健的時候 我告訴自己 在凹腳的時候 我告訴自己 我絕對不會叫一聲 從頭到尾 我沒有挨過一聲 因為我要撐過去 連這個我都撐不過去 之後的路 我絕對撐不過去 雖然有落淚 因為你在壓腳 都是很累 很痛 會落淚 但是我連叫都沒叫一聲 常常跟東話講 你沒有看到我附近的時候 連腳都沒有叫一聲 我從角度到這樣子 然後倒可以直接摸到 這是很難做到的一件事 跟我右手也摸不到 但我左手是摸得到的 當初我看完 腳都是在這裡 就只能有在這裡 但現在可以到這裡 這也算是一個 一里程碑 對 謝謝自己 也謝謝我的家人 以及朋友們 還有信仰 你們的鼓勵 所以我在球場上面 會回饋給你們 我一定會達出更好的成績 讓你們知道 你們沒有放棄我 我也沒有放棄我 我自己 謝謝你們 那最後還是要 把所有東西做好之後 榮耀歸於上帝 感謝主 請真的再拜託 請允許我把 我今年的目標放在心裡 因為這也是我 對我自己的一個 想要總結我去年 復健中的成果 我會給自己評分 我也會給自己一個 很高的目標 請允許我放在心裡 唯獨我能講的就是 能夠身體健康 平安 健康 張志豪的商譽歸隊 也讓中信兄弟的 外野陣容更加完整 期盼今年 他能帶領小老弟們 開啟屬於他們的 連拔之路